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Sky1 今天我們要快速開箱一個 目前我能找到世界上最廣的定膠鏡頭 這個就是我們的IRIX 11mm F4 Firefly 版本 它的外盒還蠻酷的 它還有這個遮光罩的形狀 第一次買鏡頭有這種鐵鋁盒子 買SIGMA Canon的鏡頭都是紙盒裝 鐵鋁盒子真的太帥了 哇哦 它有附給你一個摸起來超棒的 IRIX漱口鏡頭帶 哇哦 鏡頭 盒子裡面還有一張保證卡 說明書 還額外多給你一個蓋子 這鏡頭蓋蓋回去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 不小心一拉就拉開 但有的時候又不會 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這個是Firefly 版本 那它通通都是塑膠 除了這個對焦環是橡膠 應該是橡膠 其他都是塑膠 那對焦環組你好像有點硬 需要多花一點力氣才能轉動 但整體是非常流暢的 對焦環非常非常的遠 它大概有100 大概670度應該有 但還沒有到180度 真的要轉非常非常遠 對焦環上面還有一個鎖定對焦的話 你可以把對焦鎖起來 但是我覺得沒有什麼用 因為你還是不小心可以移動你的對焦 這鎖動對焦還有一個小小的機關 就是它可以閉著眼睛 你完全不需要看它 你就可以知道無線緣在哪裡 喔 這裡就是無線緣 因為它有一個小小的卡損 就是它會卡在無線緣 但你還是可以繼續往後轉 那 但是你如果想要快速的尋找到無線緣的地方 就閉著眼睛 這裡就是無線緣 我看網路上的照片以為這個橡膠突出來的部分是 有點像萊卡鏡頭的那種 可以靠經驗就可以知道距離我對到哪裡 但是 這好像不是這樣子 因為你裝上相機之後 這對焦了 突出來的東西是在上面 你根本手碰不到 所以 不知道為什麼它要這樣設計 講了那麼多對焦的部分 那你就知道這支是手動對焦鏡頭 如果你需要自動對焦 像我爸那樣很懶 想要自動對焦 這一支鏡頭你就不用看了 我們先隨便裝到一台相機上 拍拍幾張照片看看效果如何 裝上相機後三秒鐘 我就發現它的光圈的聲音有夠大聲 從來沒有聽過光圈的聲音可以這麼大聲 Sigma的鏡頭都沒有這麼大聲 Canada的鏡頭是最安靜的 那這個光圈的聲音 太大聲了吧 那我發現呢 這個對焦突出來這個 如果你想要把它變成萊卡那種手動對焦 然後很快的 你要這樣子拿鏡頭 這樣就非常直覺 你就知道 OK 現在我一定有對到焦 我非常喜歡我目前在用的這一支 Sigma 12-24 4.5-5.6 這一支超級廣角的變焦鏡頭 那我們就來快速切換一下 現在目前是12mm 我們切換到11mm看看 切換到11mm 應該 有稍微廣一點點吧 剛剛這個燈架好像沒有出來 應該吧 我不知道 我用這一支Sigma 12-24 通常都會在12廣角端使用 如果你要zoom in的話 我就會直接拿另外一支Sigma 24-35來拍攝 就不會來變焦這一支鏡頭 所以我的目標就是找一支 廣角電焦棒棒的鏡頭 我就找到了這一支 世界上最廣的11mm電焦鏡頭 那我之後還會做一個更深入的 Irex 11mm測試的影片 還會有一個Sigma 12-24的 比較影片 那當然 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攝影東西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BYE